大家好 我是周琪墨 我拿到大王的那天 建国就叮嘱我 说 墨哥 你知道拿了大王以后 什么最可怕吗 最可怕的就是 从此以后 每天都有两三个人围着你 跟你说 哎呦 你最牛 你最厉害 不管什么样的人 这样下去都废了 我当时想 哇 是挺可怕 只有两三个人嘛 这哪是大王该有的样子 节目播出到现在呢 我的感受就是 不是说好了有两三个人吗 人呢 看来建国对于大王的生活 并不了解 拿了大王之后呢 其他演员总是想知道 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连王勉都很想知道 今年大王的日子 过得有没有他好 真是 有一次他给我发微信 说 怎么样 最近活多不 我故意隔了四个小时 再回他 我说 不好意思 刚才在忙 什么事 第三天王勉回我 才看到 没事了 生活确实有一些变化 商务比以前多了 但我发现那些客户找我呢 并不是想要我这个人 就是想要那句 Lesson to bye bye 客户给的文案 基本都是一个路子 不知道买什么车 Lesson to bye bye 双十一呢又会多 Lesson to bye bye 永远都是Lesson to bye bye Lesson to bye bye Lesson to listen to 叮 Lessoning comprehension Lesson to bye bye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bye bye Lesson to bye bye 对不起 我已经疯了 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拿人钱财 替人拜拜 今年的疫情啊 对大家的生活应该都影响挺大的 我过年都没有回东北老家 而是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过的年 就这段生活让我意识到 我是多么缺乏生活技能 我尝试着给自己做饭 想炒个土豆丝 但我没有用擦丝器 因为他们都说啊 那个擦出来的土豆丝没有灵魂 我就用手切 结果切完以后发现 我天 这灵魂也太粗了 这跟看宝店的薯条是一样的 炒完以后呢 心血来潮 还颠了个锅 结果那天晚上 真吃的汉堡 想炒个鸡蛋吧 打鸡蛋的时候呢 还一不小心 把一小片蛋壳 掉到了蛋液里 我就伸一根手指头啊 进去捞 结果发现那个蛋壳 仿佛突然有了 它自己的生命 躲着我的手指头 它游走啊 一圈一圈的 等最后把它捞出来啊 鸡蛋都已经打好 后来我想 不行 大过年的 我一定得吃好喝好 于是我就去超市 买了饺子 还有金点有机奶 因为那就是我 向往的有机生活呀 你过年不就得 有机有牙有鱼吗 这才叫过年 我大年三十晚上 就是一边吃着饺子 一边喝着金点有机奶过的 为啥今年拿了大王 因为饺子就奶 越喝越转 今年疫情呢 也让演出更麻烦了 年后我出去巡演 经常到一个地方之前 就要我做核酸 我做核酸呢 不怕捅嗓子 最怕捅鼻子 每次做核酸之前 我都会发出一个 哈姆雷特式的疑问 我第一次看见别人 被捅鼻子的时候 真的吓坏了 一个那么长的棉签 一下全怼进去了 当时我想完了 这肯定是捅到脑子里了 这核酸肯定是阴性的了 毕竟连人都不是阳间的了 但人家被捅呢 都没事 咱这边就是说 能一整个给到一个分寸感 其实不管是原地过年也好 还是做核酸也好 对我来说呢 只是小小的不便 那些防疫的工作人员 才真是新的 真 对 那些防疫的工作人员 才是真的辛苦 在此向他们致敬 我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在疫情面前不能多做什么 只能跟大家一样 积极配合防疫政策 然后在年底呢 给大家讲点段子 提醒大家 这一年再怎么难 也别忘了笑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大家好 我是霍拉 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新的脱口秀大会 快点开始吧 我们好好给大家 好好说脱口秀 不开始 你就会看见我们到处跳舞 说唱 搞时尚 但我发现 你们好像也不爱看脱口秀 就爱看这个是吧 太多恋了 不像 不算 我觉得 今年除了参加 退休大会之外 我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真的都干什么事 带着李旦 还有其他几个同事 开始炒股 回馈社会 就这样 许致上还想跟我炒 我说你算了吧 他说哥 你是嫌我没钱吗 我说老弟啊 你一个红绿色盲 炒股是不是太勉强了 李旦在退休大会上面 说我什么 带着他抄底啥的 是 实际情况是 我一看股票跌了 我说李旦快买 千载难逢 买完第二天 跌得更厉害了 李旦说这咋整 我说人巴菲特说了 别人恐惧我贪婪 接着买啊 第三天又跌了 别人还恐惧 我们没钱了 然后我们也开始恐惧了 后来我们想明白了 我们和巴菲特 差的是理念嘛 差的是钱啊 而且啊 最近周围很多人 到年末了嘛 开始做的新一年的 个人规划 到年底 明年年底 他们就发现 一件事都完成不了 我说你们想想看 那个四个日历 都撕不到一月底 你还做啥规划 事情能不能做成 跟能力有关 和规划没啥关系 你们觉得 我没拿退后大王 是因为去年没规划吗 还有人说 新的一年 我要出国旅游 那是你的规划吗 那是国家的规划 我感受到拍灯的压力 流行梗 不敢拍 而且我真的发现 一到年底 大家就会做 很多荒谬的事 去年 我不知道你们 记得看不看这个节目 去年跨年的时候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把烦心的事 写下来 放进一个塑料小球里面 然后扔在地上 请了一台压路机 把那个小球压碎 就纯物理迷信 就哪怕你烧呢 我奶奶看了 你们这个迷信的方式 是不是不太科学 而且说实话 我就发现 去年跨年上面 有抱怨的那些事 现在都不是事了 问题没解决 但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去年就在这个跨年上面 我抱怨 我说七天做一次核酸 是不是太频繁了 捅鼻子 鼻子疼 捅嘴性病 现在看都矫情 前段时间 我天天做核酸 爱捅哪捅哪 最好捅鼻子 省着张嘴了 但我今天 看完他俩那个 开场舞之后后悔了 应该让他们捅眼睛的 当然说实话 今年还有开心的事 我今年在节目里面 和丁宁打了群方球 特别开心 未来那场比赛 我还提前训练了 训练 我都问自己 我说忽兰 你这是想赢吗 后来比赛过程 我不跟你们细说 但反正就是我跟丁宁打完 他就退役了 对吧 我就到处说 我打退役了 但今年其实我没少看奥运 有很多人 我跟很多人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反正我真的是那样 就是动不动就闲人运动员 跑不快 跳不高 周围朋友都说 我说人家运动健儿赛场比拼 你一个亚健儿 这么多话 其实你也不能全怪我 我每天忽视海赫不断练 我能用到手和脚的地方 也就只有指手画脚了 但我其实看那种白米的比赛 其实还是挺激动的 就看他们破纪录 就觉得和他们同为人类 我很自豪 就那种 虽然我跑不快了 但他们是人类的极限 但实话是说 人类的极限和科技的极限 其实没法比 因为我就不相信 外星人来攻打地球 他能抓住我 但抓不住苏炳天 除了看奥运 今天还参加了另外一个 全民的运动 就是刷热搜 今天热搜太热闹了 娱乐圈各种非战斗性简员 有时候我觉得他感慨 我说这怎么人上了热搜 反而凉了呢 这是什么神奇的物理原理 有的时候我就看 那个热搜上的人 走马灯一样的上上下下 我就觉得现在热搜 像一座围城 往下的人想上去 往上的人想下来 但其实娱乐圈 还是有亮点 比如说刘德华 出道四十年 他说我只是 任任工作了四十年 很感人 然后看到刘德华 人家说什么 刘德华已经六十了 我说我都自己这么老了吗 还有好事 人家说周杰伦都四十多了 奔武了 我就更崩溃了 我觉得再过一些年 大家都老了 周杰伦出歌 就得叫听爷爷的话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听到一段话 是梁海元说的 他说 他说我 我买完股票 就应该把APP卸载 密码给忘了 过几年再看 他说忘掉密码 是最好的财富密码 我觉得他的水平 不比巴菲特差 谢谢大家 我来 大家好 我是梦梦 跟我说 让我接一段VCR 接詹姆斯卡梅龙 给大家拜个早年 时间过得很快 又到年底了 而且今年真的过得很快 疫情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 但我觉得我们已经学会 怎么跟疫情 好好地相处了 对吧 前一阵万圣节嘛 我人生中第一次 见到戴口罩的蝙蝠侠 关键是蝙蝠侠 上半张脸 本来就有个面罩 全挡住了 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侠 而且蝙蝠侠 那个耳朵是会被挡住的 所以他把口罩 挂在自己的两个小角角上 那天真的很神奇 我见到蝙蝠侠 跟他的兄弟 吸血鬼 还有天仙宝宝 还在同一个队伍里 等着出示他们的健康码 我们可怜的蝙蝠侠 因为行程码上带信号 不让进酒吧 也是那一刻我知道 我们终将会战胜疫情的 因为蝙蝠侠气得 把面罩都摘了 都没有摘口罩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 我们很厉害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航天 对吧 我刚刚也坐在 潘战春老师的旁边 非常的紧张 有一种第一次 去我岳父家的感觉 真的 今年真的很厉害 我感觉 每时每刻都有几位同胞 在天上看着我们 而且我这种感触 就尤为明显 因为我是参与过航天的 我上学的时候的实验室 就是做卫星相关技术的 你们只知道我是程序员 不知道我是给什么东西 写程序的吧 原来出去吹牛 我都说我的同事是杨丽伟 现在只能说我的同事是杨丽了 怎么办呢 他们上天了 我下沉了 今年我也在新闻里 看到了好几位我的师兄师姐 真的很激动 我就给他们发消息 我说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他们也回我是吧 在电视上看你好几年了 我在那边一共 待了三年的时间 我前前后后写的那些 一行一行的程序 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360行 行行出bug 最后能用的真的只有三行 平均下来就是一年一行 我真正做到了写一行 爱一行 认真地说就是这三行程序 真的已经是我人生最高的成就了 我觉得我的余生也不可能超过它了 因为大家都能想象 用在卫星上的程序 肯定是需要反复的严格的测试的 对吧 是吧 就不可能说这边火箭马上就要发射了 在那儿 十九八 然后你突然打电话 我好像少写了个括号 你先不要松手刹 不要松啊 真的要经过各种的测试 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 比如说太空里 可能会很热 温度会很高 所以我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搭载了我的三行程序的机器 放到一个烤箱里面 反复地加热12个小时 几次下来我就明白了 最高端的科技 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手法 几年下来 我这个编程水平进步不大 但我对火候的掌握 可以说是炉火尊惊了 后来还有人问我 说你给卫星写代码 第一步要注意什么呢 我说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而且当时我每个月 还会有一笔保密补贴 每个月有五十块钱 你们知道我有多重要了吧 在那儿待了三年 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我啥也不知道 真的 我都怀疑是吧 这五十块钱 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 我出去瞎说才给我的 好了好了不能说了 五十块钱只能瞎说到这里了 后来我们来讲脱口秀 我来录节目 我们也要签保密协议的 我都纳闷 我说我们讲几个破笑话 有什么好保密的 是怕现场观众说出去 我们其实不好笑嘛 就是这一段经历呢 我其实很少跟我的朋友们分享啊 你们应该也是第一次知道 我也没有在镜头前讲过 这也是我一般用来压箱底的 吹牛的故事 是吧 往往我都是要跟别人喝酒 喝到半夜两点以后 同时我要一晚上吹牛 都没有吹过对面这个人的时候 我心里说不行了 是时候拿出那个故事了 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 我有三行代码 在太空里 再过十五分钟 咱们去窗边看 能看见 特别过瘾了 但是去年之后呢 就不太一样了 对我来说也是有点特殊的一年 就是我那段代码在天上飞的那个卫星呢 去年浮一到七了 我还记得最后一次 我用这个经历吹牛的时候 我跟他说我有三行代码 在太空里 再过十五分钟 咱们去窗边 也许能看见一颗流星 最后了 新的一年 2022年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我没法祝大家的新年愿望 全都实现 但我至少能祝大家 如果看到流星的时候 都来得及许一个愿望 谢谢大家 我是方博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方博 我们是肉食动物 有到年底了 对 要做总结了 是的 我今天也做了一份 个人的年终总结 对 还专门做了个PPT 还做得挺精致的 想不到吧 来看投口秀 还看PPT 对 我的个人年终总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录的部分 还有个目录 第一部分 是基本信息 这个大家还挺想了解一下的 第二部分 是兼计和健康 盖上了呀 这不是盖上了吗 第三部分 是工作部分呀 又被盖上了呀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是年度事件 这完全现在看不清楚了好吗 最后是我的新年愿望 新年愿望飞出去了呀 怎么就飞出去了 我们先看一下基本信息部分 你现在最后好好说好吗 还挺帅的 是吧 那么再看一遍吧 没必要啊 不好意思 手又滑了呢 还不错 不要再放了呀 好 生日呢 是3月20号 双鱼座是吧 身高是1米83呀 看起来好像更高一些呢 学历是本科 这个你跟我说过 婚姻情况呢 是离异 你前段时间 不是刚刚生完宝宝吗 座右铭呢 是明天会更好 第一的明天 不会更好吧 以上就是 网努力的基本信息 网努力是谁呀 下一部分 这个不是应该接受你的吗 我的经济情况 经济情况 很认真地做了一个表格 是吧 以下就是我的经济曲线图 活动很大呀 自从买了基金之后 一切就平稳了 你买的哪是基金呀 整个人也平稳了 你练图平稳了吗 你再去看一看了吧 我确实看看 我的银行余额 不是让你看银行余额好吗 而且这余额也太少了呀 是啊 我着急的口腔都烂了 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 因为我有云南白药 口腔修护函数页 搭配活性泰亚膏 口腔修护力 Max 怎么还接了个广告呀 叮咚 现场给你打款吗 而且这个广告费用太低了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身材管理的部分 还有身材管理是吧 你是什么时候 把自己的肌肉轮廓 练得这么好的 相信大家可以 一目了然地看出 这就是我的体重曲线图了 体重曲线 跟你的肌肉轮廓完全重合了呀 后面那张图没有必要要了吧 而且这个风指是怎么回事 之前太太在坐月子 偷吃了些她的月子餐呀 你不要偷吃你太太的月子餐好吗 接下来看一下脱口秀能力的部分 哦 这个要说一下的 今天最开心的就是拿了第七名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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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的能力是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哦 是有个六边形的能力图哦 是 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能力 满了呀 这就满了嘛 啊 确实是如此的 你也没必要炫耀了 你已经是六边形战士了好吗 没必要再炫耀了 nice 停下来吧 好不好 作为对比呢 我们来看一下周老板的部分 哦 还有周老板的 是的 时间炸掉了 周老板太强了呀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广志和志胜 哦 还有他们俩的 这个六边形完全没有关系了 很符合他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工作的片段 哦 你的工作 是 因为我是设计师嘛 哦 对对对 哦 这个是机长是吧 想说你们团队很团结 在疫情期间 我们因为密接导致全员隔离 这张图片人家说是团结的意思呀 哦 这是你们办公场所是吧 是我隔离时的酒店呀 没必要放这张图片嘛 按你的意思 这是你隔离之后的生活 对不对 为什么是两张一样的图呢 这两张图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大家一起来找茬了吧 这就是我隔离期间最喜欢玩的游戏了 接下来看一下年度事件 哦 还有年度事件是吧 今年最开心的是去看了奥运会呀 哎 没听你说过呀 我去了 而且近距离看了比赛 太近了吧 这也太近了呀 见证了一些历史的瞬间 我要坐在那里呀 还差一点问我的偶像 要到了签名 书神就在现场 你这怎么都知道他 你去追着看看啊 除了奥运会 我还见证了一滴季夺冠的瞬间 从奖杯里出来了嘛 你怎么不上天呢你 你说的是这个吗 真的是上天的呀 那一刻我状态良好 你是不是只好应该穿一个宇航服啊 这完全违背了物理规律了好吗 接下来还有一些隐藏事件 还有隐藏事件吗 比如那谁谁涉嫌那傻傻被那傻 你在说什么呢 那谁谁涉嫌那傻傻被那傻 你要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这些大家都懂的 以及那谁谁涉嫌那傻傻被那傻 到底你在说 这张图片好像很熟悉啊 是晃晃偷诗被拍了 我只是偷吃个橘子而已好吗 实在是太羞耻了 没必要把我烧了吧 最后呢是我的新年愿望 新年一般大家都会许几个愿望的 我有三个新年愿望 有三个是吗 那我看一下啊 分别是这些这些和这些 怎么就是模糊的呢 新年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呢 那你把这些PPT删掉好不好 你自己在内心里许就好了 最后我想用一句名人名言 作为收尾 明天会更好 这是哪门子的名人名言啊 这是谁 你等一下 是我好朋友王努力的名人名言 我就说是他嘛 最后转发这个王努力 为什么要转发他呀 2022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